你 你 广告效果很明显 订咱们订单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咱们下面啊 就要进入这个批准效果的阶段了 咱们要选择好的配送站 说白了 配送站就是咱们的钱袋子 说一下哈 第一 胖子 你的责任 就是把节奏订单送到配送站去 要让配送站保证 在第一时间之内拿到我们的订单 就把水送到客户手里去 您就放心吧 打从上月到现在 所有的单子我都送到了 嗯 头儿 不好玩 什么事啊 我去配送站结账了 水没出几桶 接回来才不到两万 这 怎么才两万啊 您快去看看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李哥 哎 乐天啊 哎 我来啊 是想问您 好 这账是不是跟我们记错了 账 不会啊 你看 订我们水订单的那么多 我们这一个月怎么才这么点钱呢 你的订单我不清楚 那出多少水 从我这儿记得可是清清楚楚的 你的水根本没人要 都在我这儿积压着呢 不信我过去带你看看去 你看看 这儿 还在那儿 还有这屋里 你看看 我说李哥 我说 就得问问您了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不把我们水给我们送出去呢 老天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 不问您问谁啊 这是你们送水站失职啊 你先别急 这急也没用啊 怎么能不急呢 那成您告诉我 为什么不把我们水给我们送出去呢 我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不是 没 没明白 你开水厂的事没跟丁哥打个招呼吧 丁哥谁啊 打什么招呼啊 就你这样还想开水厂呢 连门在那儿都没摸着呢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没听明白 丁哥就是洪发水厂的老板呢 你得去找他聊聊 主动点 明白了 不明白 那四哥他没找过你吗 谁是四哥啊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四哥是丁总的人哪 你去找找他呀 要不我让他主动找找你 找我干什么呀 见了面你就明白了 喂 您好 是陆涛妈妈吧 周老师啊 您好 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 想请您吃顿饭 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谢谢啊 吃饭就不必了 周老师啊 您有什么事吗 我这儿还真是有件事 想请您帮个忙 您说吧 周老师 我听说陆涛的爸爸 是出版社的是吗 是 是这样的 我男朋友家里人呢 想买一批报废书 他们专门从外地来的 我和我男朋友 又没有这方面的关系 您看 这事呀 小事 周老师您就甭管了啊 我回头跟他爸爸说一声 我听说这个报废书的手续挺麻烦的 要是太麻烦的话就算了 不麻烦 周老师 您就等我电话吧 那行 我先谢谢了 不客气 周老师吧 我是 您什么事 不好意思啊 这边不能吸引 不好意思 兄弟 咱好好聊聊吧 咱没什么可聊的吧 不对 你再好好想想 真没摇 您有话呢 您就说 没话呢 您就拍拍屁股走人 没得闲工夫 兄弟 等等 等等 你年纪太小 我不能难为你不是 你在这一片开水场 那你不也得守规矩吗 我还真不懂什么规矩 不懂不要紧啊 我可以教你啊 打明天开始 你这水场的大事 你都和我说一声 大到一个月你出多少水 小到一桶水你卖多少钱 我呢 就告诉你 你该出多少水 该卖多少钱 说白了吧 我们洪发水场 要占你们三分力 七分还是你自己的 你们给我们乐天干什么活了 我凭什么给你们三分力 凭什么 就凭我们洪发水场是老大哥呀 我们要帮你们 你说洪发水场 活了一疯 当然了 行 忙没有白帮呢 不是 我要是不用你们帮这忙呢 那你得好好琢磨琢磨 洪波 干吗呢你 你再来不出来就化了 来来来来 今儿怎么这么大方啊 我对我媳妇什么时候小气过呀 梁梁 那报废书的事解决了 邀请哥来电话说 那个她已经排着 把书都给拉回去了 谢谢你啊 高兴了 还行吧 啥样吧你 梁梁 这次真是太谢谢你了 帮我们家这么大的吧 刚怎样说谢谢啊 那你想吃什么 我请你吃大餐 得了吧 就你那建军哥来了北京又吃又喝的 花了多少钱啊 不还是省省吗 不用为我省啊 谁为你省啊 我给你省就是给我自个儿省 那这次为了感谢你 咱不省 你还真发自恢复地感谢我 那还用说呀 那行 我今天吧 不想坐中交车了 那我请你打车 打车还有你请啊 我想让你背我 那好说呀 这个我最拿手了 来 那你说说你有多感谢我呀 要多感谢就有多感谢 感谢我什么呀 感谢我给你撑面子的话 你就不能不撑那个面子呀 你就不怕有一天撑累了 把自己累卡了 不会卡的 我不可能卡 你说 你离家那么远 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你大会 是挺行的 那也那么小 那你干吗不回去 我不能回去啊 北京不是还有你吗 得了吧 你说得好听 你不回去是因为这是北京 你不是因为舍不得我 是舍不得北京 要不然你早回去了 才不是呢 那北京是挺好的 可如果没有你 那跟我有一毛钱关系 北京那么大 人那么多 那多一个旋转 少一个旋转 有什么区别 再说 北京也从来没有主动留过我 可有你就不一样啊 北京就是撵我走 我要留下一个 行了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打拼出来 在北京给你安个价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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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波 我不应该老对你发脾气 我不想对你发脾气 可有的时候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不用控制 有脾气就该冲我发 我太着急了 有的时候一想到你家的事 我就特别着急 我知道 那都是为我好的 我真怕我老这么跟你吵 有一天把你给吵烦了 放心吧 不会烦的 怎么会烦呢 那万一要烦了呢 一辈子不会烦的 你就是烦了 你也得忍着 不许你离开我 你保证 天律 我保证 陶瑛 这儿呢这儿呢 陶瑛 美丰 pour Jacques 不许我 我不许菊 tien 肯xK 潘 陶瑛 鞋子 人家谁也不接咱们的活 就是 行 乖 甭跑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 反正这个区的配水站 要么就是丁红军自己开的 要么就是跟丁红军有关系 反正他就是靠这个 控制这个区的水站呗 七行八市 那怎么办哪 配送站不要咱们的水 那有人要买咱们的水 可出不了货呀 是啊 怎么办呀 反正甭管怎么办 咱是不能低这个头 好 强强 这篇课文所讲的内容 你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 全明白了 嗯 好 那现在你来试着用自己的语言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篇课文 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不 我要拍球 咱们上完课要再拍球行吗 不 我就要 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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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啊 我看看手扎没扎着 强强 强强 我就刚臭臭的一会儿 你都干什么来着 这花瓶怎么回事啊 这可是你妈妈最喜欢的水晶花瓶 是用巴西带回来的 好几千块钱呢 这不是我打的 那是谁啊 左老师 怎么回事啊 强强 好孩子是要诚实的 你跟老师说这个花瓶是不是你打碎的 你打碎的 行了 你先回屋吧 左老师 你打碎了花瓶你就承认吧 你也不至于撒谎吧 不是我 不是你是谁啊 啊 孩子是最诚实的 是不会撒谎的 你说你一个大人家 再当一个小孩 你好意思吗你 你说话注意点行不行 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能不能别乱说 我怎么可能把花瓶打碎呢 我还便乱说了 我早就交代过你 进门作纳上课就行 下课走人 你说我刚出去这一小会儿 你瞎活动什么呀 你知道吗 这屋里的东西 各顶各的就成千上万的 你知道吗你 不承认是吧 那好 咱把孩子叫出来再问问 瞧瞧 行了行了 你别为那孩子了 多少钱 我赔 我回来了 你这干什么呢 看动画片啊 考考看了 你还有心思看动画片啊 你跟洪发水厂的定红军 叫人近了是不是 周乐天你不找个人逗 你心里难受是吗 没想跟他逗啊 是他非要过来跟我逗的 那来吧 谁怕谁啊 谁怕谁 你说谁怕谁啊 你跟他这种人较劲 你有这个资本吗 你跟他闹翻了 哪个配送站还敢收你的水啊 是没有 你正想折呢吗 你看着这个能想出折来啊 行了 别看了 可好看了 要不你坐这儿 咱俩一块看 咱俩一块看 周乐天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我告诉你 我舅舅也在这片开水厂 我听他念叨过 这片水厂丁红军就是老大 他说了就算这是现实 听见我说话了吗 听着呢 你说呀 你跟他合作 他三 你七 你是吃点亏 可是如果你不跟他合作 那不是什么都没有吗 嗡什么嗡啊 你就会嗡 我舅舅资格比你老 他的水厂规模比你大 他也跟丁红军搬过手腕 那最后不都放弃了吗 你说你成什么能啊 他这叫丧权辱国 这会儿我干不了 你不叫丧权辱国 那你的水怎么办呀 你的水卖不出去 你的广告不是白做了吗 想着想着 不正想折呢吗 你还欠着广告费呢 你还欠着广告费呢 你还想不想还了 你别急呀 赚上钱了 我第一个还你 周乐天 你现在是在做企业 不是斗签 你好好想想后果 老婆来了 老公 吃饭了 好一点点 来了 看看看看我老婆带什么好吃的 披萨呀 过年呢 过年啊 来 好吃吗 好吃 你管吃 我不吃啊 我在路上都吃过了 你吃吧都是你的 嗯 三伯 嗯 我不是让你买矿泉水喝吗 你怎么还烧这个水喝呀 矿泉水 两块多一瓶 我天天在这儿干活 一天喝一箱都不够 多不划算 不是你这 你这 羊的全是土的 你这怎么喝呀 看不出你老公聪明啊 嗯 嗯 对不起啊 哼哼 哼哼 哼哼哼 你老公烧我自己烧得可好 嗯 嗯 安波 嗯 咱们一定好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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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咱们再也不受这个罪了 安定的 嗯 嗯 我爸 特别喜欢吃这上面的知识馅 嗯 以后你们就给我买一种卷边的 嗯 嗯 那他要给 炸点辣椒面就更好 嗯 嗯 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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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啊 我没事啊 不 怎么了 是不是谁欺负你了 你跟我说我 我找着去 没有 不 那是不是我又做错什么了 你跟我说我改 不是 快吃呢 多吃点 我 嗯 你到底是怎么了 嗯 没事 安波 你抱抱我 嗯 嗯 嗯 我 走 思杰 思杰 干吗呀 起来 我有事跟你商量 我都睡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深更半夜的 我给你钱 你说什么 现在 你有钱了 来来来 坐坐坐 来来来 坐这儿 你舅舅不是有一水厂子吗 你帮我引荐一下 为什么呀 是这样的 丁空军他不是 就仗着自己有几个配送站 跟大家伙要扬威吗 你用什么呀他 哥们还不指着他 你帮我引荐一下你舅舅 我们再联合几个水厂子 建个配送站 以后我们的水啊 救走自己的配送站 彻底把丁空军给他架空了 咱们不指着他了 周乐天 我劝你一句 别把什么事都想得太简单 你这么想 别人未必这么想啊 我问你啊 你舅舅 就甘心情愿地 愿意受丁空军控制 就愿意把这百分之三十 给人家 就算他不愿意 那他这么多年 他都是这么过来的呀 他改变不了 你怎么知道你就能改变呀 我我一个人是改变不了啊 所以咱们得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 你把人家丁空军架空了 人家能乐意吗 人家能饶得了你吗 你看 所以这事咱得试 不是咱能知道吗 明天啊 明天你必须 不是给我介绍你舅舅 还不对 咱舅舅 这事我真管不了 对了 咱俩不是在说 你要给我钱的事吗 是啊 你看啊 咱俩是 一根馅的骂蚂蚂吧 你不给我介绍咱舅 我就没有配松衫 没有配松衫送不了水 送不了水 我就还不了你钱 周乐天 你跟我玩的这是哪一处啊 绕来绕去的 现在倒成了我不帮你 我还拿不着我的钱了 是不是 那事情就是这样吗 我现在就是没钱给你啊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当初我要看出你的这种人 我绝对不会帮你 你也别害臊 那你先骂爽了 你骂爽了 明天早上你给我介绍咱舅 我不去 这 你别 陆涛妈妈 您好 周老师 您好 怎么样 那事顺利吗 我真是得谢谢您 特别顺利 也帮我谢谢陆涛的爸爸 谢谢什么呀 小事 周老师 以后有需要的时候您说话啊 行 对了 周老师 我还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 您说 您看能不能给陆涛调的座位啊 他座位太往后了 您看能不能把孩子座位 调到前三排啊 陆涛妈妈 调座位呢没问题 可是陆涛的个头太高了呀 这个我知道 可这孩子吧 他好动 我怕他坐在后面 容易开小车 行 那我看看吧 那多谢了 周老师 好 再见啊 好 再见 这个方案可行 你们就抓紧时间办吧 好吧 好 去吧 思洁啊 你来一下 吴总 您找我有事儿啊 来 坐 吴总 那笔广告费我还在催 您放心 我找你来服侍卫钱的事儿 那些钱不着急 您找我还有别的事儿啊 我找你 四姐啊 你想不想去海南待几天 去海南 有业务啊 没有 没有 咱们也别老谈工作呀 是这样啊 最近公司业务的运转呢 不是很顺利 我想呢 干脆出去玩玩 散散心 星系回来就能够转运呢 四姐啊 你陪我去 好不好 吴总 我没有时间 怎么能没时间呢 我放你的架 去吧 就我们两个人 吴总 我还有工作 我先出去了 同学们 在上课之前 咱们先调换一下座位 李广 你和陆涛换一下 把东西都拿好 李广 怎么了 老师 我看不见 你看不见是吧 孟佳琪 你们俩换一下 我先去吧 孟佳琪 有问题吗 老师前面的同学把我挡住了 李广 李广 您俩换一下吧 李广 你们俩换一下吧 李广 可以吗 行 好 同学们 现在我们开始上课 请大家把课本翻到第五十页 谢谢 最后那个座位是怎么调的 那还能怎么调啊 调来调去 最后把一个叫李广的小孩 放在最后面了 那这孩子现在没什么问题吧 有问题 这个孩子个子小 看不清楚 陆涛家长也说也真是 他没事干吗非要调座呀 这么调座位根本就不合理 可是你说陆涛的妈妈都跟我说了 我能不给他调啊 我怎么办呀 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 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了 以后你们家这种破事 能不能不找我呀 真是 吴总 这是拖欠的广告费 一共十万 四姐 你 你这是干什么 那个水厂付钱了 您数数吧 好了 同学们 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在下课之前 我们再调整一下座位 这一排的同学你不动 其余的四位同学全体其力 好 李懿 你到前面来 剩下的三位同学往后移一步座位 李懿 这样行吗 谢谢邓老师 我去看下课 同学们 下课 邓老师 您好 你是李懿爸爸吧 是是是 我是李懿的爸爸 你怎么在这儿啊 有事 邓老师 我呀 一直想去看看您去 可是我知道您忙 我一直没敢去 李懿啊 这孩子没少给您添麻烦 这不 我给您拿点菜来 也就是一点蔬菜 西红柿什么的 也没什么东西 那个省得您下班啊 还得自个儿买菜去 多耽误工夫是吧 不不不 这个您拿回去 邓老师 我这菜没花钱 我就在那市场卖菜的 那也不行 邓老师 您看我这都给您拿来了 您就收下吧 这孩子没少给您添麻烦 这点菜也不算什么啊 李懿爸爸 真的不行 我是李懿的老师 我怎么能收您的东西呢 邓老师 您要是再不拿回去 我可真生气了啊 邓老师 李懿这孩子 那是个闷葫芦 有什么事他都憋着 您多批评教育 李懿这个孩子挺内秀的 李懿这个孩子挺内秀的 我挺喜欢他的 行了 快走吧啊 再见 再见 邓老师 谢谢 你把广告费给我付清了 你这 不是 我这 怎么谢你呢 你说 可是我真没想把你给连累进来 谢谢啊 谢谢 这实在不像话 不像话 我 我给你写一欠条 欠不欠条的不重要 周洛天 你这个人这么较劲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水卖不出去 你怎么还我钱呀 我想来想去吧 这事我还得求你 你还得给我介绍认识你舅舅 周洛天 我不是不想帮你 我是觉得你这个方法 根本就不靠谱 不着调 你到时候弄巧 沉着惹出一大堆麻烦 你想收场都难 那丁雍军是那么好惹的吗 他要真那么好惹 那那些水厂不早都联合起来 对付他了 你看啊 现在吧 就是缺一个领头的 说白了 就是少一个领军人物 你怎么就知道 你一定是那个领军人物呢 我怎么就不能是呢 思琪 我求求你了 你就帮我跟你舅舅说说 行吗 不见棺材不掉泪是不是 是 行 我带你去找我舅舅 成不成了就这一回啊 行 那走呗 现在就走 咱们就走 舅舅 我想过了 你说这丁雍军 他趁什么呀 他不就趁几个配送站吗 咱们呀 建个自己的配送站 咱们不用他的 看他怎么办 再说了 咱这片水厂那么多 咱练合起来 把他给架空了 咱给他长长教训 舅舅 您喝茶 你多大了 三十 还是个小孩子 想法挺好 就是不现实 这怎么不现实啊 咱把它变成现实 不就行了吗 小舅 大伙儿都是附近开小水厂子的 都是小本买卖 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舅舅 咱可不能怕事 你听我说啊 丁红军这人水挺深的 小舅我劝你还是算了 大家伙儿可都是服服帖帖的 我看还是随达溜 那什么就 舅 就这样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四姐 我走了啊 舅舅 别走别走 慢走啊 这是你亲舅舅吗 废话 当然是我亲舅舅了 那他怎么这态度啊 我觉着人态度很明智啊 丑乐天 你这个根本不靠谱 人家脱家带口的 谁要陪你玩啊 我今天叫你干吗来了 好 您跟这儿坐着 一句话也不说 你得帮我说服 你舅舅我 你觉着你这儿仗义吗 我只答应你 约出来 成不成的 我说了算吗 成 你喝饱了吗 我喝着呢 一会儿把账给结了 丑乐天 你这人不知好歹是不是 我去含吧 我已经跑了几家水场了 把我的意思跟他们说了 还是有反应的 有的人呢 就是觉得兴套没底 怕最后吃亏 这前怕狼 后还怕虎 看来这事啊就差一跳头的 那就我跳这头呗 我再去跑几家水厂 我就不信 这事他干不成 路涛妈妈 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左老师 是这样的 我听说您最近在给孩子排课本剧 路涛说您让他演王福 你看能不能让他演皮皮鲁 皮皮鲁是主角 路涛这孩子他胆小 我想让他利用这个机会啊 好好地锻炼一下 路涛妈妈 这个角色我们早就已经分好了 而且已经排列了好几天了 左老师 您是班主任 这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吗 路涛妈妈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戏呢 要参加区里的比赛 时间挺紧的 现在恐怕来不及了吧 我听说了 这个要是能得个什么奖 对小学生初衷肯定有好处 说这个作用跟奥数差不多 左老师啊 您就帮帮忙吧 您看咱俩这关系 我才跟您张这个口 这路涛啊 能不能评上特长生 可就全靠您了 你说这路涛的家长 他也太不像话了 那还敢邀学习老师来了 来谁啊 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那点破事啊 那这人情咱都还了呀 你看你给他孩子也辅导功课了 那座位也调了 他还想怎么着他 你问过我问谁去啊 梁梁 咱不生气 不生气啊 没必要为这种事生气 我帮你拿着包 爷爷 你别碰我 我 我帮你拿着 我说那位大舅子 怎么心满意足地走了呢 感情是你的功劳 你胆也太大了 这么大的事也托学生家长 还想不想再学校干了 荒唐 这么大事情也不动动脑子 这回知道什么叫拿人手短了吧 你给人办不成这捅出去 我看你怎么在学校当老师 我就一直嘱咐你 对许元波他们家要原则一点 原则一点 你说你听吗 行了 行了 有完没完了 就你们有原则 你们有原则行了吧 对了 我们有原则 我们错了吗 你们当然没错了 安博家的事 你们要是肯帮帮他 我还至于去找学生家长帮忙吗 能惹那么大的麻烦吗 你 合着你把这事赖在我们身上了 你怎么能赖在我们身上呢 你 你不能赖在我们身上啊你 你 你 你说这孩子 我 我说错了没有 我 我哪句说错了 你说 没没错 说了也不外哟 我哪句话 自从你说跟我想租个房 我一直给你张罗着呢 这个地点 这个条件 一个月才两千块钱 说完了就给你了 这房子不错吧 挺好的 这房子主人啊 要出国工作 想找个省事的人 就没打算赚钱 这不正适合你吗 行 那这房我租了 那 明天您搬吧 行 又吃方便面呀 你不怕吃出酸水来呀 我乐意 灌潮吗 周乐天 还跟人斗着呢 我与天斗 与人斗 与你斗 其乐无穷 我真就是同情你 你再这么跟人斗下去 你连方便面你都吃不起 我乐意 行了 别吃了 冲着你姐妹 我今天心情好 我请你出去吃顿饭吧 不稀罕 我还真就不请你了 什么事啊 你得告诉我 为什么请我吃饭 咱俩终于熬到头了 我找着房子了 明天我就搬家 我请你吃的散伙伴 庆祝一下 为了我明天搬家 你干一杯子 我请你来 周乐天 虽然我明天就要搬家了 但是 以后你碰到任何困难 你还是可以找我帮忙 我现在就有困难 您倒是给我帮帮忙啊 什么困难啊 那件事啊 你还想怎么样啊 先把自己的配送站给建起来 周洛天 你怎么脑子转不过弯来呢 一条道走到黑啊 哥们儿就喜欢走夜路 觉得有点星星想浪漫 还星星呢 一颗星星也没有 黑漆马虎的你就不怕掉坑里 不怕 哪个坑要敢得罪我 哥们儿立马把他填平了 周洛天 你这人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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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别斗嘴了成吗 今儿是不是来吃这三会儿饭呢 能温柔点吗 你也会吃饭呢 反正明天我也搬走了 我也管不着你 你爱干吗干吗 今后啊 你就是上吊 我也不拽着你了 我不信 你舍得吗 我 舍不得你 你别自我感觉良好了 成了 那我要上吊了 谁还你钱 那你还是先还钱 后上吊吧 呸 过来 看见那小子了吗 去吧 把活干漂亮的 你爱到男强上了 我真的也管不到你 我也不管你 周洛天 我是 走 什么意思啊 我们走一趟 我问你什么意思 走 你慢慢说 干什么关系 干什么的 你们问的就远远 我再用到你的 司机 司机 今天 咱们的配送中心 正式成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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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 咱们这配送中心一成立 丁洪军那边肯定知道 丁洪军 还是有一定根基的 想搬倒塌不容易 咱们要有心理准备 要有耐心 要有毅力 给我们上课的 不算上课 不算上课啊 我这不是做晚辈的吗 何况这事是我挑的头 那个 在这儿呢 就有劳各位 叔叔 阿姨 大爷们 听我指挥吧 团结 是咱们提出的第一个要求 都 都没意见吧 有意见 我们就不来了 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那我就开牙了 咱们第一步 就是把丁洪军配送站的水 都给它撤回来 撤到咱自己的配送站来